现在是一个刚化好妆 然后准备出门的状态 然后今天也是给走之前给大家录一个 大家很好奇 为一个黄黑皮 然后加混油皮的一个底妆 包括彩妆部分是用的什么东西 然后今天就实际性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就是大家自己去买啊 我不买这东西我都不买 然后哥尼就是耳木桃的 这样有推广的情况下 我会用我自己的耳木桃 嗯 耳木桃的哥尼很好用 非常nice 也不假白 然后第二个就是遮瑕 然后这下我用的是巴比拉的这下 然后用的是23号色自然色 然后然后他这个刷子 平常这个刷子真的是一绝 真的这个遮瑕真的是推 非常推荐给大家 然后粉底液是一身推 mac的无瑕定制啊 我用的黑黑黄 黄黑皮 就是黄的较多黑的较少的朋友 可以买nc45 非常的牛非常的顶 非常的好用 然后眉笔 然后眉笔用的是这个 嗯小金块 卡二铁的小金块 然后用的是卡 就是什么摩卡中 然后摩卡中 他可以一画卧彩 也可以画眉毛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用 然后今天的眼影盘用的是 这个光花镜的这个紫色的眼影盘 然后我觉得他的淡紫色 我就只加了这两个颜色 然后觉得很好看 就是我眼睛上这个状态 然后反正就扫出一点 就很好看 他的外表也颜值也非常的非常的顶 然后眼线笔 今天用的就是这个U-Case 这个眼线笔 然后我用的是什么深棕色 真的是非常好用 朋友们深棕色非常好用 我今天开眼角 然后画这个 然后包括这个线 都是然后点的字 也都是用的这个卡棕色 真的是非常好 什么什么啊 深棕色非常好用 嗯 我觉得很好用 然后睫毛家就随便 随便拿了一个随便 铁的这个不知名的平盘 然后睫毛高的话 我今天就是搭配我自己的眼妆 然后我今天眼睛是紫色的吗 我就用了一个紫色的睫毛膏 这也是 然后是什么AKF的睫毛 真的这个彩色睫毛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然后并且的话 我的下睫毛 我觉得就很好 今天我上街网没加好 但是他的紫色真的很浓郁 非常好 然后今天的腮红和高光哈 一起讲就是这个盘 这个什么万花镜的 万花镜的 这个你看 我的高光都用用扁了 然后这两个色就很好看 这个颜色我形容不出来 他就有点那种 我也不知道什么颜色 反正就很好看 就我脸上这种颜色 很温柔 然后这个高光就有点偏紫了 看下看我的鼻子和这 嗯很好看 然后我今天的修容 也是用花镜拉一个系列的 然后用的是这样的 嗯这样的这样的 现在这个这个修容 我很推荐给大家 稍微他价格有点有点贵 然后我今天这个妆 大家也看得见 我没有涂任何的就是那种亮晶晶 所以亮晶晶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然后今天脸上这个纯油 用的是也是油可以使的 然后42号色 然后恰好今天就是用了 嗯 就这种颜色 玫瑰豆奶茶色就很好看 反正就涂好了就很好看 涂不好的话 那就是一大坨 我这个定妆用的是什么 嗯什么什么 小奥丁的这个什么 就什么透明哑光的 但我觉得它还是有点白 它会改变我本来的粉底液的颜色 稍微软白 但它真的这个粉底液 真的粉很细 然后就它很细 它好处有好处 但它的坏处 我觉得它的粉真的比我的其他 那个散粉要飞很多 就飞得满天跑 还有一个就是上粉底液的东西 然后还有上粉底液的东西 是用的这个什么 什么EV1RB B什么B 然后它这个粉铺 它这个粉铺真的是绝了 我觉得它不吃粉 然后呢 我很懒 因为冬天我不想去洗那个海绵蛋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 它真的就可以直接上脸 而且它真的上妆效果特别好 然后这下没了吧 这下差不多 七七八八 我都单品我都讲完了 然后呢 今天这个妆 今天这个妆就是用这些东西完成的 我真的是觉得这些品 说实话都是我比较爱的东西 尤其是我每次约会 我一定会把我最喜欢的品 全部用在我的脸上 最后说一下 这个真的不是推广什么广告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品牌 能接受我这样的介绍方式 嗯对 没错 好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差不多介绍了一个 这个紫色的温柔状容 大家可以去完成 真的很好看 然后 然后好像就没了 然后就是 祝大家每天都愉快 愉快生活每一天 我忘了最后一个 那就是我的涮皮鞋 方式大家问我 我赶紧再补一个 我的涮皮鞋用的是YKUSKU的 一个夜用的涮皮鞋 因为我晚上了 因为我现在白天看 其实还是 还是有点亮的 就这样 但是 但是晚上的时候 他很自然 真的他就是看不见 但是这个双眼皮鞋 只能在夜晚生存有光的地方 他就是鸡肋大王 我要去 找小伙伴了 拜拜